我先讓救護車過喉嚨 救護車過不來了 往前一點,救護車過不來 大家好,剛剛的影片大家應該都看到了 我在拍攝影片素材的時候遇到了一個車禍 然後救護車被卡住人家的前進 那我拍這篇影片出來的用意呢,就是告訴大家 你除了指揮之外,其實你有更好的方式可以幫助救護車來前進 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有聽過一個人,他叫做指揮哥 他是一個非常善良又熱心的民眾 那他遇到這類的狀況呢,他都會主動的跳出來幫忙指揮 然後讓救護車跟香腸車可以更快的通過 但是因為一般人他不具有任何的異交或是異警的身份 那這樣子的指揮如果發生一些狀況的話 可能會造成一些反效果 所以拍攝影片就告訴大家 下次如果遇到類似的狀況啊 除了跳出指揮之外 你可以像我一樣,就是先自己讓出一個位置來 那如果你發現是你旁邊的車輛 只要往前移動或是說他只要做出一些閃避的話 就可以讓救護車順利通過的話 也可以像我一樣就是直接告訴他 讓那位駕駛知道要如何做一個閃避 那這樣子就是一個雙贏的局面 第一個,你不會把自己身陷危險之中去指揮 再來就是消防車跟救護車 他也可以順利的得到一個空間 那繼續的前行 並且順利到達現場 所以除了指揮之外 大家也可以參考看看我的做法 下次如果遇到類似的事情的話 那就是可以跟我一樣 先自己避讓 然後再觀察一下 看看是不是你周遭的車子 它稍微動個位置 就可以讓這些緊急車輛更快速的前進 那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幫忙提醒一下 請這些車輛稍微動個位置 就可以囉 那我這次影片就分享到這邊 我要繼續找車位了 那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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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